那些你意想不到的反转 小五 我跟你说个故事 从前有位老奶奶跟我说 她家的狗姜养了25年 然后我赶紧专业人是过来看养 结果发现是个王吧 就这 我跟你说 我认识了一对情侣 他们结婚前分手了 这 太渣了 然后那女的就跟那男的说 既然我做不了你的新娘 那我就做你的新娘 什么东西 我没明白 哦 我懂了 然后那男孩父亲说 居然有这种好事 我给你夺瞬啊 我认识了一警察 审了犯人一晚上啊 终于从罪犯口中得知 他一嘴都是猪雅 恐龙爸妈在吵架 恐龙说你们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离 哦 这就是著名的 恐龙让离吗 我有一朋友在少林寺练功 你怎么什么朋友都有 听我说完 他主要练的是铁头功 终于他练成下山了 然后就被吸铁石吸走了 咋的 口铁呗